大家早上来求向时间 首先关注国际的最新消息 大陆四川今天凌晨发生连续三起地震 其中一起极浅层地震 瑞士规模5.6 震源深度11公里 中美陆河报道 地震位于今天的凌晨3点49分 在四川的甘孜鲁定县发生 摩西镇为正央 而且距离正央200多公里以外的程度 也明显感觉到距离摇晃 今天0.3049分 在四川甘孜州鲁定县 北纬29.63度 东京102.01度 发生5.6级地震 震源深度11公里 记者了解到 据震中较近的墨西镇震感强烈 暂未收到伤亡报告 灾情排查工作已展开 而在地震周边地区 其实去年9月才刚刚发生过规模6.8强震 当时震源深度更达16千米 根据陆媒报道 四川今天凌晨的地震 在第一起规模5.6地震发生之后 分别又在3.50分 以及4.30分 发生4.5和3.2的余震 一个晚上 一连三起地震 也引发微波网友热议 民众他们更提供 当下地震的画面 可以看到 余缸的水是剧烈的摇晃 差一点洒出 网友也纷纷留言表示 一着晃根本就睡不了 外线市的网友也留言 希望位在四川的朋友 是一切平安 而在美国芝加哥 昨天移动25层楼高的大楼 是突然起火燃烧 画面中可以看到 大火主要疑似是从一楼 是猛烈的窜出 火焰狂喷还夹带浓浓的黑烟 那么这个大楼 总共是25层楼 总共有298套的公寓 火势是一路从15楼 烟烧到了24楼 由于火灾发生在高楼层 当时不少高楼的住户 他们得从20几层楼 爬楼梯来逃生 场面是相当的混乱 根据路透统计 目前统计造成是一死八伤 起火的原因 仍在调查当中 截至国际消息 看到美国总统拜登 在当地时间25号 正式的宣布 将会在几个月内 向乌克兰来提供 31辆的美制M1的 爱布兰战车 扭转了美国政府 一直以来不提供 这款武器的决定 拜登他更强调 西方国家并不像 俄罗斯预期的那般陷入分裂 拜登是在白宫发表 谈话时宣布这个决定 并称需要爱布兰战车 来帮助乌克兰人 提高在开阔地形上的机动能力 而在这之前 其实德国政府也改变立场 宣布要运送 德制的爆二型主力战车 给乌克兰 同时呢 德国他们也容许 其他的欧洲国家 向基辅方面出口德制的坦克 而在挪威国防部呢 其实同日也宣布 将为乌克兰提供 两架的爆二坦克 那么对于西方国家军援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他接受新闻采访的时候 他也表示 非常感谢德国 英国还有美国 还有世界呢 对于乌克兰的支持 而拜登他也赞赏呢 德国挺身而出 并且是再一次的强调 俄罗斯期待 西方国家分裂 可是大错特错 因为相反的 美国还有欧洲 会一直彻底的团结在一起 不过其实对于乌克兰的军援 也得等待呢 美国国会要来启动这个程序 因此美国多久以后 才能够送这个武器给乌克兰 目前人是未知数 另外拜登他也表示呢 自己刚刚和法国总统马克宏 英国首相苏纳克 还有德国总理肖茨 意大利总理梅罗尼 来通过电话 各国将会更密切的合作 以协助乌克兰 对于这项决定 可能呢 其实现在会引发俄军的不满 拜登他同时呢 他也提到 这并不是对俄罗斯的威胁 而是在协助乌克兰 来捍卫他们的领土 那么美德军援 确实代表乌军战力有显著的提升 不过这其实也将升高 战火蔓延的风险 近两周之前 俄罗斯的军队和佣兵组织 瓦格纳集团宣称 要攻占乌克兰的东部城市之后 乌克兰当局 他在25号的时候 也首次的证实 乌军已经撤离 位于顿内刺客地区的苏勒达尔 代表呢 这个该城市 现在确实已经沦陷了 那么俄乌战争 其实从去年2月到现在 也将近一年了 不过至今仍未有结束的迹象 西方国家日前承诺 要送出爱国者的飞弹 等防御系统给乌克兰 接着美国 德国也再承诺呢 军援给乌克兰 那么在俄罗斯方面 搭载告示 极音速飞弹的驱逐舰 在军演的过程中 竟然偏离了航向 目前正驶向美国 美国本土的目标呢 现在也已经进入射程的范围 来看相关报道 能以9倍的音速飞行 突破任何地方的防御系统 俄罗斯极音速飞弹 日前在军事演习中 成功击中了距离 超过900公里的 模拟敌舰海上目标 如今载有构时的俄罗斯军舰 偏离航向 正驶向美国 美国本土许多目标 已经进入了射程范围 目前正受到 北约海军的严密监控 俄乌战士至今 仍未出现结束迹象 今年被视为重要的转折时刻 在西方国家承诺 送出包括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 在内更多的精良武器 给乌克兰之后 德国总理也决定提供 14辆的暴二型主力战车 并且允许波兰等盟邦 转赠手上的暴二坦克给乌国 美国也将宣布提供 约30辆的M1爱布兰 主战车以及救济车辆 乌克兰特别点名 要德国制的暴二主战车 除了其性能优越 火力碾压而至的战车外 还考量到它是最适合乌克兰地质 就算是在地质较软的黑土 还是可以70公里的时速奔驰 重达55公吨的德国暴二战车 快速行进过程中发炮射击 准确度相当高 因为俄国总统普提威胁 要将核武器投入乌克兰战场 人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因此原子能科学家将末日之中的指针位置 更新至倒数90秒成为历史上最接近 世界末日的位置 记者送付导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 这个英国哈利王子的这本书 说开卖之后造成抢购 还打破了金石世界记录 不瞒大家讲 昨天我有抽个时间到书店去 研究了一下这本书 稍微翻了一下 但是哈梅这样子 这个撒狗血式的闹剧 曝光了许多不重要的家务视野 让外界觉得好像似乎不太好 那哈利说其实这个自传里面 还不是包含是全文 另外还有400页 他说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 他还会再出版 英国哈利王子的自传 10号正式开卖 伦敦连锁书店旗舰店凌晨就开门 由于哈利在出书前 上遍各大媒体先爆料 这本书成为英国有史以来销量最快的非虚构类书籍 一上架大卖40万本 只输给哈利波特 不止伦敦 美国新加坡也造成抢购风潮 哈利在出书前就已经爆出许多重磅秘心 说自己遭到背叛并直言父兄完全没有表现出和解意愿 他会把所有家丑全盘拖出也是被逼的 指责父亲将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 更形容卡蜜拉当初是以小三形象进到王室 透过和八卦媒体交易资讯来修复自己的形象 哈利四处指控王室成员偷爆他与梅根的料 但真正出书拍纪录片 赚进大把钞票的人是他与梅根 英国人对哈利的支持率不断下滑 哈利也已被排除在国王的加冕仪师之外 哈利毁灭世报王室黑料 不但暗示他们夫妻不会放弃王室头衔 但也不会为王室执行公务 让英国民众气炸 认为王室应拔除哈利夫妇的头衔 也希望剔除哈利王位继承人的顺位 不过根据英国媒体报道 尽管父亲查尔斯警告过卡蜜拉就是他的红线 回忆录里哈利还是不断爆猛料 指责父亲与继母 更强调王室成员试图破坏他出书 因为这让他们感到不舒服和害怕 让王室关系跌到谷底 就有专家建议哈利与家人修补关系 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持沉默 不过这一连串撒狗血式的爆料 其实对王室声望已经影响不大 哈利在回忆录出版前戏的一月初 支持率跌至历史新低 就连一向对落难王室容忍度特别高的美国人 也已经看不下去 哈利翔照着戴飞三十年前的剧本出书自白 却因为已经坐拥许多权利 曝光太多不重要的家务式细节 反而造成反效果 哈梅的行为与皇室传统特质的谨慎 坚韧 恪守职责 完全背道而食 让民众对于这出闹剧已经产生哈梅疲劳 两人若要挽回自己的声望 将会显得困难重重 记者李静综合报导